聽君一直話 主持 陳國明 大家好 又來到每個禮拜的聽君一直話 整周繼續有葛銘 在星期五的晚上 今日主持節目 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五 大家除了以後可以記下3月8日 是香港23條立法法例刊憲 以及在立法會首讀的日子之外 實情3月8日過去大家的認知 大家知道婦女節或國際婦女日 我們有勞動節、兒童節 亦有婦女節,但沒有男性節或男性節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這樣不太男女平等 為什麼女人有一個節日特別 是紀念慶祝 究竟是紀念慶祝呢?一會兒可以再說 總之特別為女性設立一個節日 但是男性就沒有 為什麼呢? 3月8日我又要恭喜私用 因為之前一天的同事是我妹妹的生日 我還記得家人從小到大都經常提 坦白說 在有我妹妹出現之前 其實我對3月8日沒有什麼概念 因為大家都明白 婦女節是沒有假放的 不是一個法定的公眾假期 讀書的年代又不會去想婦女這件事 最多身邊也有女同學子 所以婦女節距離很遠 直至自己的妹妹在3月8日出生 她對上有兩個哥哥 我和我弟弟 爸爸很疼妹妹 因為她是拉女 最小的女 又像一個長相明珠一樣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家庭傳統的概念 如果是真正傳統的話 當然是更男輕女 但是爸爸也比較現代 所以男性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很恨生女 千金千金 最後真的被她抱一個千金 有最小的女兒出生 所以從小到大都非常疼愛她 所以她在300婦女節出生 從小到大都經常說 我這個女兒在300婦女節出生 因為她是女兒 300婦女節 好像說到整件事 不知為何加成加持 我以前都在想怎樣 如果出生的第三個 就是有一個弟弟的話 在婦女節出生的男生 難道沒有地位嗎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 都不時會去想 一個所謂的婦女節 那個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現代很難進入思考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我們今天的社會 都是一些男女平等的方面 不是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理想 很完美的 但是整體上 男女平等的關係 都平等了很多 意思就是包括 你看到有男警 有女警 不是嗎 消防員也有男消防員 有女消防員 那麼 除了有些工作 可能你真的知道 男性是會較優勝 因為他們的體格 是比較強一點的 那麼 你見得在地盤最多的 一定是男的工人 對不對 但是 不是沒有女性的工人 其實現在也有 那麼再其他的層面 男性和女性 起碼在今天香港的社會 整體上的地位 不見得再是一個很厲害的落差 但是我真的還記得 在我小時候 當那個 性別歧視 相關的法例 還沒通過的時候 那些求職廣告 是寫到明 只是請男性 或者有些人只是請女工 那樣 換轉今天 當然是涉及一些性別歧視 有一些差別的待遇 但是實情 就算你不要寫到明 也好 在一些職場的環境等等 也有那些差別的待遇 因為 真的覺得女人 不必會做事 甚至乎 我想去到 我在上一輩開始 才陸續地認為 譬如男女 接受教育的機會 應該是均等 應該是平等的 而不是再好似 在上一輩子 夜夜晚晚 那一輩子 就覺得女生不用讀書 你長大了 就找個人嫁 就可以了 總會有這些概念 去存在 但是為什麼會說到這裡呢 正正是因為 我們今天比較容易 見得到男女 都相對平等 所以在這個時空 我們不是明白 為什麼要有婦女折 但是你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即是說一百年前 或者上兩個世紀的時候 當時的女性 其實正在面對什麼狀況呢 包括一些很不公平的對待 她們甚至乎 可能是不被允許去讀書 去工作 以至到一些社會上的一些政治的權利 例如投票等等 其實過去的社會是不同意 或者不認同她們應該有這些機會的 讀書的時候 那些機會就留給男孩子了 女孩子都仍然認為她們 麻煩你們乖乖地 大了之後可以長得兒子 嫁得別人的年紀 那時候還年輕 那時候還很青春 於是就好像成為男人的附屬品 在這樣的狀況下 女性的地位很明顯 所以她們的確比男性 是會低一節在當中 那就是因為在這樣的 context 這樣的社會氛圍的底下 才有機會 需要去追求男女的平等 那說到這個婦女節 其實如果我們要追溯一下 說的是 可能去到第一個婦女節 是1909年的時候的事 在美國 當時美國的社會黨 你沒聽錯 在美國不止是共和黨和民主黨 還有美國的社會黨 那美國社會黨又是甚麼呢 它的成立是1901年 不過現在已經解散了 到了1972年的時候 就去解散了 整個意識形態當然就是一個 左翼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等等 當時他們就舉行了一些集會 去到3月8日這一天 當時美國的芝加哥市 有過萬名的女工 舉行一些街頭的示威遊行 你聽到是女工 即是他們已經進步了 由以前可能 連工作機會都沒有 到1909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可以打工的了 不過 在打工的同時 不等於給你機會 工作就大了 那是甚麼呢 那你會 人工是低一點 工時長一點 還有一件事 當時肯定沒有的 就是 婦女的投票權的問題 1909年以我大概記憶的印象 當時美國的婦女 還未可以選舉 大概是195年 1909...1913年左右 這位美國的女性才獲得選舉權 所以當時 雷勝有很多事情可以爭取的 縮短公事 都不是說 追求平等的工資 但是可能是說 要先增加工資 加上選舉權 於是 他就叫出了一個象徵 既在經濟保障 又在生活品質上 同樣要保障他們的一個口號 那就是 玫瑰 麵包加玫瑰 玫瑰當然理所當然想起女性 麵包當然是你喝喝吃吃 結果到了1917年的時候 我想說 婦女節 你當然以為 追求婦女平等 但是有沒有想過 一個不平等的社會 就會有機會 演變成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 說到這麼大 再講國家安全很敏感 但是真實例子 在歷史上就是這樣發生的 那是什麼呢 剛才說到 1917年 剛才第一個婦女節就是1909 美國就輸出革命 1917年的時候 不夠十年的時間 八年之後 在俄羅斯帝國的首都 即是聖彼得堡那個地方 哇 你看看俄羅斯的女子 就學了美國女子 那做什麼呢 那些紡織女工 就去搞罷工遊行 你想想 罷工遊行這些全部 一定是來害國家安全的 很危險的 搞著搞著 就燒著燒著 燒著到整個城市 於是呢 還發生什麼事呢 還令到俄國革命出現 俄國革命 先說一下結果 七天之後 俄羅斯皇帝 當時是帝制的 尼古拉爾世就退位 俄羅斯共和國 變成一個 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 然後呢 同時間 確保這個婦女擁有這個 這個投票權 然後呢 還將這個3月8日 即是蘇我 將它定為一個國家的假期 在裡面 那 那 所以呢 從此可以看到 喂 爭取 這個 那些婦女的 平權 平等的權利 呢 不只是單單一個平等權利 那麼簡單 但是當然 倒轉 就是因為有很多 不平等的 狀況在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地方 裡面存在的時候 自然為到這個地方 賣下不穩定的因素 那這些不穩定的因素 有些人 就將它當成 危害國家安全 但是 你起樓 一樣 喂 你的鋼筋 你這條 裝柱又打得不穩陣 那些鋼筋又偷工減料 喂 你的東西根本本身有問題 起出來那座樓會倒 那究竟是 起樓的問題 還是 你本身的結構問題 是嗎 起樓是沒有錯的 只要你的結構 對 摩天大廈都能建成 那你不可能 賴下去 就是起樓 出事了 不是 可能是設計 或者結構的問題的時候 你再扭軟 就 其實不關起樓這件事的 那麼 二十世紀初 也會問 好地地 本身 我不讓你那些女性去工作 一開始的時候應該狠一點 連工作機會都不給你們 讓他們自然沒有需要爭取縮短工事提高工資 是不是 你不需要爭取麵包加玫瑰 你躲在家裡 男人也養了你 你想想 這個男人多有男性 又是男人也養了你 麵包我給你吃 是不是可以呢 但是你不要忘記 人類的進步 或者人類的發展 是很高速的 很高速的意思就是 你當面對 快速工業化的社會 和經濟發展的時候 喂呀大哥 地球上面 有多少人都好 雖然那個比例 不完全是5050 但是也大概吧 如果你不讓女性工作 就是你不讓一半的人口去工作 只得男性的工作 如果全球有10億人 就5億人注定不用出來工作 似乎又不是很有利於 人類整個發展 甚至經濟活動 實情 就是因為這個工業化 這個快速發展 這個經濟的擴張 你就自然需要很多的勞動人口 那時候一來未有AI 二來更加未有robot 只有機器而已 只有機器而已 那你怎樣呢 人力的資源 你要多對手去幫忙做事 那唯有不夠男人 你男人都用了 下場 那又怎樣呢 就開始打一些女人的主意 又或者 好了 那些男人不願意下場的工作環境 甚至乎已經是低技術的了 但是男人就會覺得 哇 這些條件 工作條件 賺大錢的嘛 那所以呢 那些惡劣的工作條件 低工資的工作的機會 那這樣就相對充斥著那個時代 然後就找一些女人去填那些位置 那樣 正是因為這樣才促使我剛剛提到 其實那個不穩定 就不是1909年的事 的發生的了 就是過去的不穩定 不會是2014年 或者2019年 其實之前已經有了先兆 1908年的時候 已經說著 有過萬的婦女 走到美國紐約街頭 就已經參與 有些人可以形容為抗爭 但是他們回頭 其實只是在爭取自己應有的保障 還有權利而已 那所以呢 就在街頭就這些集結了 那結果 當然就是演變成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那一個 所謂的國際婦女子 然後呢 就輸出去海外了 那去到 其實不是很久的 去到1910年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在丹麥的哥本哈街 舉行首屆的國際婦女會議 那 有些德國的婦女運動的領袖 有 來自這個 共產主義的人士 就倡議 喂 不如我們續張3月8日 定為這個國際婦女節 那得到 與會者當然就積極的響應 那 去到再之後一年呢 其實歐洲多個國家 總共已經有超過過百萬人 舉行一些慶祝的活動 就是慶祝這個國際婦女日 或者國際婦女節 就是這樣就開始研習了 這個婦女節的日子 或者這個重要的意義出來 剛才也提過 俄羅斯那邊 喂 你那些婦女又跑去上街 是啊 同樣是3月8日 聖比德堡的女工 要去罷工 他們又叫口號了 這次就不是再麵包与玫瑰了 因為玫瑰 屬於女工的運動 大家都知道你女性 不需要再玫瑰玫瑰 我叫年嘛 那叫什麼呢 玫瑰和平和自由 這三樣東西很簡單 第一 是戶口的 飽兔的 和平 讓大家不需要有紛爭 保住命 最後當然有自由 你給別人有選擇的權力 於是呢 剛才說到 喂 俄國當時的沙皇 很快就退位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 由3月8日開始 就爆發這個 所謂的二月革命 咦 又叫二月革命 但是又 咦 咦 為什麼 又說是3月8日開始的 咦 因為那個 歷法的計算 俄羅斯有他們的 是canendar的 還在2月23日 喂 23日 撞鬼 現在一看到23日 很敏感 誰不知 原來俄國的2月革命 就是在23日那天爆發 你真的以為23日這個字很吉祥 當然吉祥啦 俄羅斯就是因為爆發這個 2月革命 又叫第二次的俄國革命 迫使到尼古拉二世就退位 俄羅斯帝國就滅亡 滅國啊 還不是大件事 你看看現在是否繼續有俄羅斯在 俄國 俄羅斯人是否繼續 在這個世界上 繼續被視為戰鬥民族 那 俄國的滅亡呢 當然代價都很慘的 有幾千多二千人在混亂中被殺 或者受到重傷 繼而擁抱著一些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的新政府成立 組成一些聯盟組織俄國的臨時政府 但是你看到俄羅斯去到今時今日 這個狀況你就知道 二月革命雖然開始了 不過 革命很明顯尚未成功 不是說同一場的革命 但是 在推動這個地方的進步 變化 前進 很明顯還未到終點站 總之 原來這個國際婦女日 竟然是對於一些環球的政治 甚至一些國家的歷史 原來是有了這一重意義在裡面 去到今時今日 你說我們香港要不應該高舉婦女節 當然要啦 我們正在追求地位的平等 但是 嘩 現在男性和女性之間 有什麼不平等呢 不平等的就多了 是不是 起碼是意識形態的層面 甚至乎 你看一下 淺水灣 有沒有一個 穿比堅尼的男士 被中國大媽搭著肩膀拍照呢 是不是 為什麼只是疑似中國籍的人士 搭著外籍女士和其他肌膚之親的拍照呢 嘩 這些就是不要的啦 好啦 先休息一會 回來就說明23個 吉祥與不吉祥 一於跟大家說一會 23條吧